非洲現在目前正在上演一場既殘忍又血腥的戰爭 而這場戰爭的對象並不是人類 而這場戰爭的對象卻是大象 大象悠悠地存活在非洲的草原當中 但是現在人類卻把它當作一個舉殺的目標 因為最重要它就像一個雪鑽石一樣 象牙可是許許多多的國家所最希望擁有的珍稀寶物 而這些珍稀寶物也就在這一場的戰亂當中 被人類掠奪之後賣到海外去 是 而這些偷獵大象的這些人 他們的地點在哪 立剛 我舉個例子 以剛果的東北部有一個嘉蘭巴國家公園 占地1900平方英里 相當於18個台北市大 很大的國家公園 可是立剛你要知道 它可以說是非洲的一塊淨土 這個國家公園裡頭 你看那個象草長得跟胸部一樣高 可是這麼漂亮的一個地方 你發現的卻是鶴槍實彈的這些好像軍人對不對 立剛 他不是軍人 他是這個國家公園的所謂的管理員 這些管理員為什麼打扮得跟軍人一樣呢 就是你剛剛講的 因為他們要保護這些大象 因為來偷獵大象的這些人都不好惹 他們是反政府的這個所謂的抵抗軍 所以來偷獵大象的人也是全副武裝 所以國家公園的這些管理員 他們也要全副武裝才能對付這些偷獵者 好 我跟各位講 這個管理經理他曾經坐著小飛機 飛越這個國家公園的上空的時候 他看到的凸鷹他就皺眉頭了 因為有凸鷹就代表有死屍 那就是大象 一堆蒼蠅在大象的頭上飛來飛去 不 我應該講他的頭幾乎都已經被割了一半了 因為要象牙嘛 是不是 好 那他們為什麼全副武裝的這麼精實 就在於反政府抵抗軍 他們火箭炮都帶了 對 我正要講他的配備 他們突擊步槍 機關槍 還有火箭炮 不止 我跟你講 那個管理經理說不夠不夠 我們還要什麼 我們還要夜視鏡 我們還要防彈衣 我們還要配備有機關槍的貨卡 這樣夠了吧 這樣已經像是打破彎戰爭了對不對 你其實是重武裝 不夠 不夠 我還要無人偵察機 需要無人偵察機了 是 你就知道他面對的敵人非同小可 好 那到底敵人是誰 就他 聖靈抵抗軍 我剛才講的反政府的這些 這些抵抗軍 他們為什麼要去列大象的象牙 賣錢 那他們幹嘛要錢呢 你要知道他們這些抵抗軍 已經被政府軍追的是窮途 末路四處逃竄 那他們也要有武器 他們也要養阿兵哥 這些都要錢 這來源都是要錢了 你知道嗎 他們的這些反政府抵抗軍的阿兵哥 一個月美金也不過才100塊而已 但是連這樣他的軍饗都快籌不出來了 所以他就必須要去偷獵大象 然後狠心的把那些象牙給割下來 你曉得嗎 還不是只有他而已 還有你看看 青年黨達爾富爾的這個 金戈威德民兵組織 這些反抗軍土生土長 蕭勇善戰 所以立剛 你就知道為什麼這些管理員 他要配備重武器 而且當他們遇到這些偷獵大象的 反抗軍的時候 你知道嗎 不談判 不警告 直接開槍 沒有什麼freeze drop your weapon這一套 沒有 就是直接開槍 你知道嗎 管理員講 他只要遲一個幾秒 那不是我死就是你死了 你懂我意思 那生死是一瞬間的 它是一個循環 因為象牙賣了錢 他就買武器 買武器 他跟政府對抗 然後就會殘害村民 殘害婦女兒童 所以到最後 你就會發現 傷害的還是人類自己 所以寫鑽石之外 現在非洲還有寫象牙 可是更可惡的是 連政府軍也都在偷獵大象啊 剛剛中文我已經講了很多什麼 跟政府反抗的什麼 這些遊擊隊反抗軍對不對 但是更可惡的是 政府軍自己幹這樣子的事情 家人媽國家公園 最近逮捕了一批士兵 立剛 這一批士兵 頭上戴了什麼帽子 你知道嗎 紅色的扁帽 也就是俗稱的貝雷帽 這個部隊是什麼部隊 是總統的禁衛隊 什麼 總統禁衛隊都在幹這種事 剛果民主共和國 總統禁衛隊自己也來幹這個事情 而且被巡守員抓到的時候 身上竟然有項肉 為什麼 因為他們長途跋涉 從首都跑到這邊來獵殺大象 他們在回去的時候 要帶著項肉回去 才能夠果腹 你看 連自己的部隊都在獵項 那更何況是游擊隊呢 所以美國 你看他們現在正在烤項肉耶 對 你看美國的科學家說 其實 這個科學家 約翰阿特的報告 明白指出 根本非法捕殺大象的罪魁後手 不是游擊隊 而是政府軍 去年的三月底 加蘭巴首席的巡守員 叫做Oyango Oyango 他在公約裡面發生了 我們剛剛在畫面上看到的 那種慘不忍睹的事情 總共有多達22頭象被獵殺了 其中還包括四頭小象 Oyango他說 我從來沒有看過 有人能一次獵捕這麼多大象 這顯然不是盜獵者能夠幹得出來的 當時他懷疑是政府軍幹的 但是我剛才前面有沒有講到 政府軍幹會帶一些項肉走 對 可是他提出三個疑點 第一個 這22頭象 總共有18隻成象 4隻右象 可是他的項肉都完好 沒有被割 顯然不是政府軍幹的 還有 他的槍法太準 神準 不是一般盜獵者 幾乎都是一槍斃命 這太奇怪 這個比政府軍還要準 認為說很可能是另有其人 第三個追獵 首席巡守員 他最厲害的功夫就是追獵 追獵盜獵者的蹤跡 追蹤不到 沒有蹤跡沒有足跡 這是三個疑點 好 謎底揭曉 殺人者是直升機 直接從直升機空中盜獵 怎麼會用到直升機呢 你剛剛這是不能想像的事情 難道是政府軍嗎 好 到了幾天之後的4月初 4月初 這個加蘭巴國家公園的巡守員 就看見了有一架米爾17型 也就是蘇聯製的MRE17型 軍用直升機 低空掠過 發現巡守員的時候 趕快盤旋飛走了 因為他們知道他們自己被發現了 巡守員抓住時機拍下來 尋著這個飛機的編號查出來的 這是鄰國烏干達的 烏干達的直升機來這邊幹什麼呢 對不對 然後就要問烏干達 烏干達說直升機是我們的 可是我們不小心飛到你們干國民主共和國 我們沒有要幹什麼 你說我們列大象 我跟你講這種指控是毫無根據的 好 你說毫無根據是不是 鋼果民主共和國 他也沒有 加蘭巴國家公園的管理員 也沒有辦法 我跟你講 你做壞事天理招招 我剛不是說4月初 這個巡守員發現了 22隻象 22隻象 其中4隻右象 他的象牙完好如初 18隻象就是36根象牙 所以在非洲的 非洲公園保育組織 他們就開始追查 追查 這36根象牙到哪裡 我剛才講 天理招招 4月發生的事情 到6月初 就在烏干達的 大家很耳熟能詳的 安德比國際機場 官員跟非洲公園保育組織人 就在烏干達機場 查到了36根象牙 也就是這一批 迦蘭巴被槍殺被拘殺的 這一批18頭成年象的象牙 居然人群也在裡面狩獵 但是呢 所狩獵的目的是不一樣的 而人群的狩獵呢 當然就更重要的加上了兩個字 就是貪婪了 這貪婪的最重要的因素 就在於說呢 因為有市場有需求 當然就會有要供給啦 而這個供給跟需求層面來說呢 會使得非洲的大象數量呢 雖然表面上 在人類的保護之下 寒冰 可是數量正在一直減少當中啊 是 其實立剛 我們可以歸根結底一個字 為什麼會造成這個情況 其實就是窮 就是窮這個因素 造成這樣子一個惡性循環 像我們看這位年輕人 叫尤里烏斯洛金一 這個年輕人 他今年才28歲左右 可是你知道嗎 他曾經是肯亞地區 最著名的盜獵集團的首腦 他據說他一個人 就殺了至少一百頭大象以上 他一個人就殺了這麼多的大象 那其實他為什麼會加入這一行呢 很簡單 因為洛金一他從小 就生活在很窮困的環境當中 所以他很小的時候 就為了生活 他要去偷人家的牛 去搶人家的牛 搶牛的時候 人家當然不會眼睜睜看他去搶 那雙方就會發生武裝衝突 然後他就直接殺人 那他連人都殺了 他還在乎什麼呢 對不對 所以後來有人提議 他有一個索馬利亞人 就跟他提議說 其實你膽子也滿大的 那乾脆我們來去獵象 因為象牙價值很高 然後他說好啊 那為什麼不幹 結果他就真的跟這個索馬利亞人 去獵象 結果獵象之後賣掉第一對象牙之後 他覺得獲利太豐厚了 豐厚 對 那他馬上就組織一批年輕人 他們就天天開始獵象 而且他們是有計劃接訂單的 比如說今天來訂單 說今天要六隻象牙 他們就想辦法去找幾頭大象 然後湊足這個數 那明天就可能要十隻 他就想辦法去找十隻象牙回來 那他們的做法都是 先把象獵殺之後 把象牙砍下來 那但他們不會立刻運走 因為大白天太顯眼 他們等到半夜 然後再把象牙偷偷運到約定的地點去 然後這時候從索馬利亞那邊 就會來中間人 就把錢付給他們 然後把象牙運走 那他就這樣過好幾年這樣的生活 可是問題是 他慢慢慢慢 他的臭名昭著 就政府也開始通緝他 那政府抓不到他 因為他都躲在叢林裡頭 政府抓不到他 政府抓不到他 怎麼辦呢 就天天到他村子裡頭去問他 親戚朋友 你有沒有看到他 他有沒有回來 他這個人到底跑到哪裡去了 你們要給我一個交代 然後再加上 因為國際這種保育的這種觀念越來越強烈 那他自己也在思索 我這樣子 我賺到這些錢 對他錢來的是很容易 可是第一個 你知道在非洲那種荒野地方 他錢沒什麼地方可以花 第二個他為了要養他手下這批人 要買這些武器 其實他花錢也跟流水一樣 這些錢雖然賺得也多 他的錢也守不住 到最後他錢也沒有賺到 然後不但自己被通緝 然後家人親戚都受牽連 他也覺得自己很苦惱 那這時候有一個叫班傑明的人 他剛好成立了一個社區保育組織 保護組織 然後保護這些大象 然後就跟他取得聯繫 然後就說這樣好了 我想辦法跟政府談好 你之前犯的事情我們就算了 但你有一個義務 你要來幫我做這些就是追捕者 來幫我追捕這些盜獵的人 那我會給你一些津貼 後來他想一想 以前這種生活真的也過不下去 他現在就新加入肯亞 成為他們這邊的保育員 然後去專門追捕這些盜獵者 那他厲害在什麼地方 因為他自己以前曾經 是盜獵集團的首腦 所以他完全知道這些盜獵集團在想什麼 他會知道他們的預定路線在什麼地方 他們會用什麼方式去探達象棋的蹤跡 然後到什麼地方去做交易 所以有他加入之後 當然這個成效卓著 馬上很多道列集團就被他們破獲 可是問題是包括這些 他們四周人也都在擔心 雖然他從壞人變成好人 他自己也說我現在是清白的 我現在是完全做一個好人 可是從好人再變成壞人的例子 也不是沒有 為什麼你要知道 他現在作為這個保育員 他一個月的津貼只有25塊美金 這麼的少 對啊 可是你知道象牙的利潤有多高嗎 對 一對象一頭大象的象牙等於是他們 一個人年收入的十幾倍 所以我今天只要練一頭象 其實我十幾年不用工作了 對啊 你說這個利益多強 所以在坦三尼亞那邊 甚至很多人 故意把南瓜盒下毒 然後把南瓜丟到路邊 就等你大象來吃 他毒死大象 對 毒死大象 我也不用盜獵 反正你都死了 我就直接去拔你的象牙 表面上我不是把你槍殺 但是我是把你毒死的 是 所以其實這個歸根結底 就是一個窮字 你要去改善人類去盜獵大象 去盜獵這些保育類動物 只有一個辦法 就是提升這些國家的生活水準 讓人民不要窮到沒飯吃 你才有機會去解決這個問題 人民要提升這個國家的 整個收入跟水平 但是這可能容易嗎 絕對不容易的事情 但這大象被盜獵的事情 會很終止嗎 有求必應 所以有人需求 當然這個市場 絕對會有人供應 黑與白之間 現在雖然是巡守員 明後天可能就變成一個盜獵者了 這樣子的環境之下 在未來整個大象市場 是否還是持續下去 絕對會持續下去 因為現在盜獵大象太容易了 我只要安裝一顆象頭帶 我打你的腦門 各位你要知道 過去練那個大象是非常困難 至少要打300槍以上 打300槍 對 現在只要一顆象頭帶就好了 為什麼 因為一般的子彈打到大象的話 它穿不透因為它皮厚 皮厚 好 現在相帶 一打到頭部的話 它鑽進去五公分 它爆炸 所以剛剛不是看到了嗎 為什麼一槍斃命 就是使用這個象帶 這個象帶 絕對不是非洲國家可以生產的 一定是先進國家 所以這個變成了一種惡性循環 除了是象帶的問題以外 我們現在必須要知道 西非洲已經沒有象了 但是中非跟東非也即刻將沒有在 至少在本世紀結束前應該已經沒有一頭象 因為象牙從2011年有38.8噸的象牙 相當於四千多頭的大象被那個獵殺 全部都用象彈解決的 全部都用象彈解決的 雖然在80年代 1980年代以前 就是說象牙貿易禁令開始前 可是這個開始前還在一個管控階段 它是有目的的獵殺 所以呢它象牙貿易禁令 頒布後就是因為物以稀為貴 所以它價格不斷的高漲 價錢變得更高 盜獵者就更敢去盜獵了 對 偷盜者 殺了非洲一半以上的大象 現在從2010年開始 每一次的大象的活動都非常厲害 那個盜獵大象的為什麼越來越嚴重 因為在北京的象牙價格 這個是說我們講的叫做象牙價格 是一千美元的一磅一千美元的天下 一磅就一千美元 相當於新台幣 七萬五千 一公斤等於七萬五千 對不起 這是出股值 當我變成了雕像的時候 產值更高了 產值翻十倍 所以為什麼大象的盜獵 到了今天沒有辦法禁止 還有一個 還有一個除了大象以外 現在西非洲的白犀牛已經沒有了 為什麼沒有了 因為很多亞洲人相信 這也就是美國一直對台灣 香港 中國大陸施壓的 就是說你象獵丸也沒關係 你不能把非洲也變成 那個犀牛的屠宰場 因為我們亞洲人相信 什麼犀牛角你磨成粉 可以致癌症 其實除了致癌症以外 各位曉不曉得 還可以致肺癢 可以致陽尾 還可以撞陽 還是溫熱藥物 那你這麼說來 它變成萬靈丹 對 它就變成了萬靈丹 所以各位曉不曉得 一公斤的犀牛角粉 是225萬 可以買一台Benz車 江中博非常喜歡這類的車種 所以江中博可以去倒 一公斤的犀牛角 你就有這台車 對不對 所以我們今天看 犀牛角的價格過去 那我曾經問了一下 它過去的價格大概 三萬美元 它一磅三萬美元 但是過去的價格一磅 大概只有1萬美元以下 但是因為犀牛也列入 保護動物來 也禁止犀牛角的交易 它價格上 然後一磅三萬美元 等於七萬五千塊錢美元一斤 而黃金則是五萬四千美元一斤 所以也就是說一樣的這個重量 但是卻比黃金還要更貴 一公斤的犀牛角比黃金還貴 比一部名車還貴的狀況之下 倒列絕對不會禁止再配合這些象頭蛋 因為象頭蛋它除了打大象以外 它也可以打犀牛 犀牛大象在這非洲草原當中 正在逐漸快速的消失當中 雖然在現在的這個21世紀 大家都在講求的是要保育動物 要保育我們的這個已經 平臨危機的地球 但是在非洲的草原上面 沙漠仍然繼續在持續當中 李老師 那在未來的整個非洲上面來說的話 這些動物可能都要被滅絕光了 立剛其實有一些非洲國家 他們是有積極在保護大象 像加鵬共和國前一陣子 就燒了一萬噸的象牙 還是有國家要保護了 因為加鵬在鋼果隔壁 可是加鵬比較有錢 加鵬有石油 它的年所得GDP到一萬 那個鋼果是三千六 所以鋼果很窮 差很多 但是他們在燒這個象牙的時候 燒一萬噸象牙 一萬噸 如果照剛剛講的一公斤 就可以買幾百萬的話 一萬噸那天價 燒掉的時候燒了三天三夜 還派整個軍隊跟警察在把守 為什麼 因為光這個象牙如果燒成灰 這個灰都值錢 連燒成灰都值錢 因為本草綱目有記載象牙灰 如果說你內浮的話 可以治小便過多 外敷的話是治你有什麼爛艙 傷口久不遇合 所以說它是一個很有價值的東西 可是在加鵬這個地方 它燒了這些象牙之後 也不代表說它好像就是 它沒有這個相關的問題 其實在加鵬這個地方 它還是有非常嚴重的大象問題 加鵬85% 加鵬這個地方7.5倍大 台灣那麼大 它大概有80%是熱帶雨林 裡面有非常多非常多的 就是非洲的森林大象 以前的話 統計過整個非洲 非洲這種森林大象 大概有70萬頭 現在不到10萬頭 所以在加鵬這邊 他們也是面臨的 非常嚴重的倒裂問題 因為這些加鵬的官員 其實很多很腐敗的 尤其很多的像野生多保護基金會 裡面的幹部 還有職業說 加鵬的官員如果派到了 森林區的小鎮當官的時候 他第一件事情先買一把槍 先買一把槍 第二件事情 開始找一些倒裂的合作 準備補大象 因為在整個非洲來講 捕獵大象它是一個產業鏈 它的企業總部是在非洲 它的整個管理階層 是亞洲人在管理 那它整個配銷系統來講 有專門的貿易路線 多變化貿易路線 可以躲過非常多的茶器 有專門特製的貨櫃 有特製密製夾成的貨櫃 它把這些打完割下來的象牙 藏在貨櫃裡面行銷到 一些世界重要的地方 比較大產 銷量地 它會先送去哪裡 先把它的原料送去加工廠 加工廠大概在北京 曼谷 馬尼拉 這些地方 開始就會有所謂的象牙的加工廠 開始做什麼 做這些我們經常去中國大陸 象牙製品了 去那邊很多的市場 都在賣所謂的象牙製品 而且在中國的網路上面 也可以看到非常多的這些 這些就是象牙製品在出售 這些都是當地的黑社會在把持 而且很多黑社會的成員 主要幹部都是來自亞洲 因為象牙最大的消費市場 來自於亞洲 而這些地方來講 最大的整個消費國 是在中國大陸 因為中國大陸 我們現在去看很多地方 幾乎它可以看到 琳瑯滿目的象牙製品 包括什麼 從小的項鍊 耳環 到家裡用印章 到整隻象牙雕件 手鐲 各式各樣的琳瑯滿目 而我們很多人的 中國的傳統系統 就把象牙當作一個 非常高貴的禮品跟收藏 其實你要杜絕這樣整個情況 應該是要從 謝謝大家